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无极宝训 主著先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 圣士 公兼老母一驾临堂 命本堂扶神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迎亚 其余神人及本院 众修士排班后驾 御林君主帅赵天君将 师曰 护驾母娘来 鸾堂法会开 终生经运办 离数慕恩该 圣士 公兼老母降丸 神人俯伏 不得失疑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 亦是 朱贤卿及朱儿女免礼 次作 又是 法会家臣 为娘和朱灵儿 谈谈世人为成的道理 第十八章 世人为成 朱灵儿在年少时 难免会有人云亦云 轻信他人言语的经验 随着年龄增长 经验日风 才能稍微改变世人的方法 改以世人为世人 且会观察入理 从一些行为上 品评一个人的品性及修养 但在他人特意掩饰之下 仍只是现于表面 世人不明 但不必因此丧气 因为绝大多数世人之名 必要长时间观察 路遥之马力 西时儒家孔秋 亦曾吃过世人不明的亏 他的学生载宇舌灿莲花 口若悬河 却言行不一 被评为朽目不可雕也 因为载宇曾信誓旦旦地说 要认真学习 但日上三竿 仍旧寝在床 孔秋因而说 始无于人也 听其言而信其行 今无于人也 听其言而观其行 所以灵而不用妄自菲薄 而当学习诚以待人 因为唯有自己 能诚恳面对一切 他人才会用如释心相处 况且自知诚心为何物 又怎会畏惧他人虚伪相待呢 俗艳有云 魔鬼藏在细节里 与人相处无法付出诚心 外在一切必然是 果上毒药的糖衣 但只要从其行为上 仔细分辨 不难以知晓 其人虚以猥蛇 所以灵而在生活处世上 必须知理 因为礼仪是成的外相 成于中 行于外 服以礼仪便是 基本的诚心了 现代生活是 数位挂帅的年代 灵而们常常隔着空间 以电子工具和世界沟通 也因为这层神秘面纱 使灵而喜欢掩饰 真实的自我 恶性循环下 而与我诈更趋严重 所以为娘介于此机阐述本篇 致盼灵而已成代人 体会诚心可贵 及真面貌 那么识破他人虚伪无成 又有什么难处呢 小编整理末法书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 则可至少到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庙明正堂 拱衡堂 虚原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与五庙明正堂之书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弃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衡堂圣书现世报律例 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书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十德 准与转为阴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超把与生前驻籍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庙明正堂 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极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皆可以生前驻籍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驻籍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望大家把握机会 皆望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异赤拱横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拿谋弥勒净佛后 回向愿往生净土 请不吝点赞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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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善性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正在募款新建灵霄宝殿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